男童被虐打的视频 视频当中几名年轻男子不断的抽打一个坐在地上的小男孩 最后甚至把男孩的手脚捆绑起来 扔到了路旁的水田里 其中一名打人者用手机拍摄下了打人的过程 并且上传到了网上 这些男子为什么要对一个瘦弱的男孩大打出手呢 从手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一名男孩坐在地上 几名男子围着他并拿鞋底树枝等物品 不断对男孩身体进行抽打 其中一名男子在抽打男孩的同时还用手机进行拍摄 期间男孩曾一度挣扎着逃离 但被一名男子直接拉了回来 最后两名男子把男孩的手脚捆绑了起来 并将他直接扔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在此我们不愿再回顾那些伤害 但实际上整个打人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 一月六日 广西灵山县公安局在街道报警后立即介入调查 并于当天下午将涉嫌打人的黄某和张某等五名嫌疑人控制 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 嫌疑人黄某供述一月四号 他因为怀疑男孩偷窃了自己的手机 于是就纠结他人找到男孩 男孩承认偷走了手机 但是说手机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之后黄某找到男孩的亲属家中索赔未果 为了泄愤 他纠结自己的朋友张某等四人对男孩进行了殴打 这么多天过去了 被打男孩的境况如何呢 一月十日上午 记者来到南童所在的村庄 临山县旧州镇上景村委会平领村 被打的男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他每天万岁回来就拿那个斧头 拿那个斧头披柴 然后我们都说他很勤奋很乖巧 村民告诉记者被打的男孩名叫小旺 今年十二岁上四年级 随后记者来到小旺的家中 见到了他的叔叔 小旺被打之后因为害怕躲了起来 叔叔及几名亲友找了一天一夜都没有找到他 从一月四日下午被打到一月六日下午 被打的小旺因为害怕 一直躲在自家一张堆满衣服的床下 两天都没有出来过 找到小旺之后 家人随即把他送到镇卫生院进行治疗 记者来到旧州镇卫生院 见到了被打的小旺 外地打工的伯伯听说小旺被打 赶回家中照顾他 记者试着跟小旺交谈 但小旺似乎对陌生人的询问比较抗拒 伯伯告诉我们 孩子这几天身体恢复得很好 但被打的遭遇给孩子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小旺的叔叔告诉记者 小旺家一共有四个孩子 小旺排行老二 孩子们的父亲在六年前因病去世 母亲在一年前离家出走 爷爷奶奶也已过世 小旺和他的三个兄妹 一直处于无人照顾的状态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呢 是被打的小孩和他的三个兄妹 独立居住的一个寝室 我们看到呢 平时呢 四个小孩子呢 就住在挤在这一张床上 有一个薄薄的被子 这些呢是刚刚的爱心人士刚刚送来的 四个孩子呢 据说最大的也只有14岁 最小的才8岁 我们当时说到当时 没有呢 这些管理不到 多久是不是 有些买一点茶给他 这些买一点米啊 买一点茶给他 四个孩子 目前的亲人只有叔叔和一个在外打工的伯伯 平时对四兄妹的照顾极其有限 学习还挺勤奋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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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挺勤奋的 这个是他 他其实 他其实没有 没有这个大人 没有这个爸爸妈妈 只有管理的茶很 在这个家庭里 14岁的哥哥小泰是一家之主 平时都是他在照顾弟弟妹妹们的饮食起居 生活的重担过早压在了他稚嫩的尖头 使原本活泼的小泰变得沉默寡言 这他们打扎我让他们打扎 吃饭怎么照顾 进去读书的时候 把饭炸起来 炒饭 到饭之后来 然后煮菜 为什么一天只吃两顿饭呢 你外婆 你会炒菜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做饭了 谢谢 小泰口中的炒菜 就是把咸菜用水泡一下 然后再用油炒 孩子们常年吃这一道菜 叔叔和邻居偶尔会送给他们一点青菜 极少能吃到肉 因为缺少营养 孩子们明显比同龄孩子要矮小很多 孩子们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周围邻居送来的旧衣服 当地政府为每个孩子都办了最低生活保障 但每个月每人只有一百一十元 补贴仅够孩子们糊口 打人视频曝光之后 来看望四兄妹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络绎不绝 孩子们紧张的 看着一件件的慰问品 塞满本旧拥挤的屋子 主几年级了 一年级 你呢 二年级 你呢 六年级 你是哥哥是吗 最大是你哦 那瓶子是谁 是谁做饭是 你做饭 很辛酸 他们的生活很艰苦 看到他被摇进那个河里面的时候 那个水里面的时候好心痛啊 好愤怒啊 志愿者跟小泰要了电话号码 试图联系到孩子的母亲 因为他说他打妈妈电话 想让他妈妈告诉他妈妈自己进行医院了 我说他妈妈现在很不知道 志愿者拨打了几次 孩子妈妈的电话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针对四兄妹同几一张床的问题 当地政府租借了邻居的一间房子 并为四兄妹安置了一张新床 如今最让小望伯伯担忧的是 这几个孩子今后的生活由谁来照应 没有父母的管教 小望不但沾染坏习惯 更让他成为被伤害的对象 孩子们的生活处境 让人们再一次关注到 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特殊群体 这些孩子因为父母的残疾 服刑严重疾病等因素而无人抚养 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 2014年11月 网上爆出四川道成县 与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 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小钟 因疾病且缺乏相应的照顾 导致8岁的她身高只有78厘米 体重仅7公斤 2015年6月 贵州毕竭市七星关区田坎乡 四名无人照顾的儿童 在家中服农药中毒 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我国 只有父母双亡的儿童 才能被认定为孤儿 享受国家发放的孤儿保障补助 对于适时无人抚养儿童 一直没有完善的救助制度 那么这个群体在我国到底有多少人呢 2015年最新的孤儿的数字 应该是在52万左右 我们的测算结果也是 60万左右的这个 适时无人抚养儿童 孤儿国家已经这个保障负担起来了 那我们希望下一步 能够把这个适时无人抚养儿童 也能够纳入到国家的这个 政策保障范围内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是希望能够加快建设这种 儿童基层的福利服务制度体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案件的另外一端 根据警方介绍 五名打人者除了18岁的黄某 其他都是未成年人 目前18岁的黄某和16岁的张某 已经被刑事拘留 另外三个人由于没有到 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 经过警方批评教育 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记者试图采访公安机关和打人的孩子 但均被婉拒 如此凶狠的打人者里 竟有四个未成年人 近几年暴力低龄化 令人堪忧 2014年5月 一条名为石拍三男子 轮流殴打一少年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视频中三名青少年 用肘肌脚踢石块撒等暴力行为 唯有一名男孩近9分钟 2015年3月 在美国的两名中国女留学生 遭到其他几名中国留学生 近七个小时的虐待殴打 受害者遭受了被扒光衣服 拳打脚踢 被吃沙子头发等施暴行为 施暴的留学生中最小的才14岁 暴力低龄化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我们又应该怎样挽救这些成长中的少年呢 生活条件水平的改善 使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比以前提前了 信息多远化的社会环境下 生活控制力相对比较低 使未成年人容易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 加强家庭教育和家庭监控 在学校教育当中要倡导 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 要进化一些大众传播媒体 尤其是网络环境 减少一些暴力信息的传播 专家还提出 法律意识的加强 对于预防未成年人暴力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法律意识的强弱呢 它也影响到行为模式 和他所受的这种宣传教育是有关系的 那么未成年人在实施暴力犯罪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 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就是所谓的那种不知法而犯罪 我们国家呢 对未成年人通过法律呢 进行司法保护 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呢 身心能够健康的成长 对不能说我们法律上有保护啊 那么就纵容未成年人犯罪 有些孩子虽然父母健在 但是由于父母离异 服刑患病等原因 无人抚养 这些孩子缺钱又缺爱 还有一些孩子呢 虽然有人抚养 不缺一小时 但抚养他们的人 无力教育他们 在这个案件里面 被打的小望是无人抚养儿童 那些打人的人 既无法治观念又缺少人性 是缺少教育的精神过儿 物质匮乏会损害体格 精神匮乏会伤害人格 对那些事实和精神上 无人抚养的儿童来说 爱和教育的扶贫 和物质扶贫 一样重要 他人没有人 屁纸 端子 他国民都要走 这人还是好遇到 蛮幸福的人 好人好人好人 下节预告 连接村子的汴民桥 时隔四年再度修好 拿钱修桥的人 连村民都没有料到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湖北省武汉市新州区的 甘河村 地处长江之流 沙河岸边 与河对面的铁河村 隔河相望 两岸的人要走到对岸 要通过一座桥 可是四年前 因为一场大雨 把桥给冲垮了 河两岸的亲戚 要想见上一面 得绕行十几里地 十分麻烦 现在问题解决了 有人真的给乡亲们 重修了一座桥 而且他还不是个有钱人 这位修桥的人是谁呢 十几分钟就能走到桥对面 看起来似乎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 村民可是盼了 等了好多年 原来2012年 因年久失修 当时的遍民桥 被洪水冲垮 从此两岸的人想见面 得走上一个小时 才能到河对岸 你是对面的人 你们以前从那边到这边 要走多少时间 要走多少小时 现在呢 现在只要十几分钟 桥段的时候 桥两边的亲戚 也很难见上一面 如今建起新桥 村民们都乐得合不拢嘴 他们说这都得感谢一个人 不认识他吗 那么不认识 是我一个城一个碗 这人还是好一道 蛮辛苦的人 好人好人好人 提起吴岳勇 村里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大家都说吴岳勇 是一个敢想敢做 有担当的人 原来2012年 老桥被冲毁了后 吴岳勇就开始攒钱 2015年底 他终于攒够了修桥的钱 可是这钱真是来得不容易 他们没有人 他没有人铸子 他过分的要走 家庭的条件不好 还是炒瓜子出生 村民们说 桥修好以后 吴岳勇老人又回黄岗了 原来吴岳勇带着老伴 在黄岗市团奉县 一个乡镇街道上摆摊炒瓜子 12万元修桥的钱 都是靠吴岳勇 这样日复一日炒瓜子 攒起来的 为了攒钱 他们上面摆摊 下面住人 两位老人就住在这样一个又黑又潮湿 空气不流通的家里 这里根本不能称为家 其实它就是一个地洞 这个床家都是湿湿的 有好种潮湿 但是我们还没有的 没有物品 还没有的 这水平量以后 就是减少了自己的载 就是你觉得积了福 减了自己的载 对对对 我就是有这个想法 如今尽管桥修好了 但是因为家里还有个智力残疾的儿子需要照顾 他说为了生活继续 瓜子还要接着炒下去 老人还挂心的是 桥两边的土路还不好走 对此当地政府也表示 他们愿意和村里一起帮忙 把通往桥的道路修好 真的要为老人的善举点个赞 顺道再说一句 快过春节了 谁家都会背上一些瓜子来招待客人 在湖北团丰县周边的朋友 如果您要买瓜子 别忘了 在这里的街道上 有一个炒瓜子的 善良的吴爷爷 对于快递员 我们并不陌生 但只凭一只手送快递 还创造了高收入传奇的快递歌 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我们的听三农人物讲中国故事 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这个自食其力的独臂快递歌 钟桂平的故事 这也是熟人介绍去的 介绍去但是 就看到什么 老板根本就不相信 我会做了点这个工作 老板没想到 别人挺惊讶的 我还送得那么快 送得那么好 就叫我第二天来上班 送货的好吃 一般以前他们送一百个 起码我要送一百二三十个 我有时候直接手踢 踢不动我 还不是靠这只手 有时候把它抱一下 这个还有盘子手的 盘子手有时候靠大部 就这个样子来弄 拉了最多的 拉了五百多千 虽然我一只手 不想比那个正常人差 从我知道我自己 右手断了之后 但是鞋子的时候 利用左手鞋子 但是慢慢的 左手 我觉得什么都习惯 一个单件 书之类的 五六十七八十九都有 那些货又重 又残 然后它这一个时候 翻过去翻过来的 要打包嘛 打那个什么 交代嘛 长交代嘛 我觉得男人啊 应该对一个家庭负责 对老婆负责 对父母 必须要有孝须 在一个家庭中 应该什么都应该做 应该学会做 应该会做 蹲地了 扫地了 他摸了些 他都会 做饭也会 并不是怪 怪什么 命运对我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的之类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你知道 从而努力 从而什么 学习 什么都能做的 并不是 你因为 扫了一只胳膊 或者什么的 就觉得 什么都不能做了 我就在那里 等着别人的失手 我觉得靠自己是最实在的 不管你靠政府 你跟政府也带来压力 对对吗 你政府还比我更穷的 更什么的 他也可以帮助别的 总之说 我不喜欢你预待别人 就是这样子 2015年 三动人物推介活动 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 目前活动的官网 已经在央视网 正式上线了 您可以进入 CNTV聚焦三农的主页 为您喜爱的 三农人物点赞 屏幕下方 就是我们的官网网址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农时讯 日前 广东省德庆县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 南方人参 德庆紫淮山 中国甘王 德庆贡甘品牌推介会 现场分别签订 德庆紫淮山 一项订单5000万金 德庆贡甘 一项订单8000万金 此次推介会 打开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帮助农民致富 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或者查询往期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 去郊三农栏的官方 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下期